包括這些環保團體、草根團體、生肺保育團體、公育團體、宗教界、社育界、國外NGO、司法、業者、國會、媒體 也就是說像不只是反而 可能很多方面都有這樣的結論關係 而且是各式各樣的團體的結論 我覺得這裡面其實的互動非常細膩精彩 有些其實是看起來跟它沒關係 但是它對於這個議題的支持有它的一個論點 比如說剛才我裡面可能沒有寫 比如說像那個計程車 剛才那個計程車司機 那他們為什麼支持這個運動 他做的事情是什麼也沒有什麼 就是幫忙協助載送 或者說他把那個計程車的後面的那個行李蓋上面幫忙挖住條 四處走 這是他可以參與的一個細微的東西 那他對反而到底是什麼想法 他一樣會覺得這東西不應該幹 國民黨一定是很多的貪污 因為他事情很多都沒有講清楚 不管他的這個理念有沒有根據 可是我覺得這是他參與的方式 我覺得台灣的環境運動有好幾個運動 有這樣非常精彩的一個結盟關係 而且裡面我覺得說實話 現在的這個結盟反而沒有當時的精彩 因為現在的結盟都要說論述清楚 我才要結盟 可是當時就是理直氣壯 當然那也是跟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 比如說這是國民黨之下的這種東西 所以大家只要反國民黨都加入 可是加入以後慢慢去學習 你為什麼反對我為什麼這樣反對 我覺得那個論述 不見得比現在還要不精彩 所以我把這個表題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我就不細談 另外一個我也不細談 不過我就談就是說 這是我們從80年到2011年 反核運動其實有經歷了這幾個過程 包括解營前解營後 核實啟動工房 政黨輪替 運動的轉化一直到日本三一之後 包括裡面的運動關卡 運動的策略 我要特別提的是共搖的在地的自主性 因為很多人會認為說 共搖的反核運動很重要 可是他們太依賴政治人物 比起美農 像這樣子非常重要的草根運動 你看他們就是靠自己起來 有部分是沒錯 但有部分會不太一樣的看法 比如說比起對政治的依賴 我覺得美農的這個運動不見得 比台灣來得少 比那個核實來得少 各位如果看 美農水庫到現在沒蓋 其實後來是2000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美農水庫還沒有開始起動 反過來講 共僚朋友經歷過國民黨執政 民進黨執政 現在國民黨執政 從來沒有放棄反核 而且它裡面有很多 我覺得是非常強的自主性 包括他們自己組織自救會 包括他們後來組織在地監督 包括他們後來其實已啟動當地山灘流失的監督 還有包括他們在探訪地方發展的問題 因為地方並不見得只有一個核市場的問題而已 他們還有加入兩個TL 他們的漁貨 他們的官方產業 受到很多破壞的問題 所以共僚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有非常多的自主性 只是他們沒有書寫的能力 所以我們比較少機會去看到 包括各位如果看到現在 他們還在街頭 非常努力的去做台北線現在合適的公投 不管你知不知實這樣的運動 他們很清楚他們做出的事情 很多人會覺得說 共僚的朋友這邊也去幫民進黨那邊也去幹嘛 可是我看到一個是這樣 我也自己問他們 他們自己下講就是說 我們當然知道我們今天去幫的人 說明只是在利用我們 可是我們就說只要誰想幫 我們就去 反正只要他欠我這個人情 以後他就有可能有機會的反應 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接受這樣的想法 這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想說你會對我利益我才去幫忙 我才跟你接 可是地方的想法很簡單 只要你可能會有機會幫我 我就去幫你 幫了這次你沒有回報我 以後欠著 你的人情世俗中有一個獵害 他們就不放棄任何的機會 我看到這樣的自主性 其實是很珍貴的 那我覺得在很多文獻裡面 並沒有去處理過記載這部分 大家不要看到說 怎麼一天哪會民黨災集 跟誰掛鉤 我覺得地方不見得被我們不了解 甚至你們說 你們反而怎麼都沒有去反美日 對不對 有啊 他們還到日本去抗議 還去燒旗子 所以我是覺得說 運動很多時候是 我沒有在現場沒有看到 或是我沒有私底下去聽到他們的東西 並不代表他那個自主性不見 所以我也是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因為我們陪伴這個共搖的反而運動 非常久 你們跟他們學習很多 他們其實不斷地在挑戰 我們自己以為我們要幫他的部分 連我們自己都覺得還有待去重新思考這些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提出來給各位做個參考 好 那裡面一個我覺得很重要 共搖從頭到尾這個很簡單的 運動中的鎖法運動 他覺得說憑什麼政府可以違法 所以他們不斷地在找所有違法的東西 環評的 什麼各式各樣的違法 一堆一堆資料 你去看他們不斷地在找政府違法的東西 各位看 現在我們所有台面上的運動 其實依循的大概還是這樣的模式 只是我現在可能有更多的律師朋友 更多的學者幫忙 當年的東西 地方的民眾甚至去找到什麼 鄉公所裡面的哪一塊地 有沒有被台北公司 徵收去使用 他們查到這麼細 果然查到一塊還去抗爭抗爭了很久 所以共聊有一些很奇特的這些運動模式 只是還沒有被更清楚的整理出來 我這裡面我覺得有非常远远不絕的東西 另外一個 我說實話我也敢看 我大概199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的環境運動的勝利在哪邊 哇在共聊 過了十年後 台灣的運動勝利在哪邊 哇在那邊 那現在在哪邊 可能在熱身 可能在大腿 可能在哪邊 也就是這個勝利在轉變 勝利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一個運動 對不對 代表 這個也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投入可能可以改變 但是你現在投入反而 都不會改變 他們講不太容易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興建了好久 花了幾千億了 所以我覺得共聊的這個反運動 還在示範一個東西 就是說 永不放棄 動動後繼續抗爭 他們講這個不簡單 就算是 你不 你不